為在湖畔的這間餐廳被冰雪整個封住 屋底上覆蓋了一層厚厚的雪 屋簷掛滿冰柱 整個場景就跟氣候災難片明天過後一樣 讓人見識到大自然的驚人威力 從23號開始侵襲北美洲的冬季風暴 儘管目前威力稍微減弱 但它帶來的強風暴雪和低溫 影響了全美約六成人口 其中紐約州水牛城因氣候導致死亡的人數 更在一夕之間暴增 這場被視為是水牛城45年來最嚴重的暴風雪 讓水牛城跟周邊地區交通陷入癱瘓 這家人因為大雪導致家中停電 一家人開車要去旅館站住 沒想到被風雪擋在半路上 幸好他們後來被消防人員救起 在消防局暫時度過一晚 另外還有一對夫婦也不吝在風雪中 像一個南韓旅遊團伸出援手 原來當時這個10人的南韓旅行團遇上暴風雪 導致休旅車卡在溝渠中 坎帕娜夫婦擔心他們的安全 於是邀請他們到家裡住 還拿出冰箱裡早就預備好的食物招待他們 讓彼此都度過了一個難忘的耶誕節週末 華氏新聞綜合報導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